S27赛季爱封QQ区巅峰第一出炉就是微良老祖 微良四连胜巅峰分来到2602 与第二名小小鹅仅差三分在时间紧迫 仅剩下一局时间的时候 微良选择再开一把 因为小小鹅第一被超肯定要打一把冲第一 如果赢了肯定能超过微良 如果微良保持不动 等小小鹅上来以后再开 恐怕就没有时间了 所以选择开一局 这样的话除非小小鹅赢 微良输 这样小小鹅才能上第一 两个人都输 或者两个人都赢 微良都能稳住巅峰第一 但是非常不巧 小小鹅这一局排到了狼队小胖和GK彭彭 注定与第一无缘了 下面就一小小鹅的第一视角 看看小小鹅是怎么被小胖吃分的 这一局小小鹅拿到本命嫦娥打野 对面的镜就是小胖 金蝉是彭彭 进入游戏 小小鹅从红区刷上来 没有选择拿野去的那两个小野 没有到四 但是如果能把对面的G抢到也能到四 最后被庄周承到了 这个时候四级的小胖过了 两边开始打起来 没有爆发人头 正面没有爆发人头 但是这边火舞一个人绕后 你猜三级 你要干什么 最后被小胖拿到一血 不过 接着苏烈把金蝉推了过来 小小鹅也拿到一个人头 小小鹅下路抓孙上香的时候 被打到残血 准备回家 但是此时的蓝霸服已经刷新 根本不用想 小胖肯定已经蹲好了 四分半 第三个蓝霸服刷新 小胖直接大招抢到 这就让小小鹅很难受 六分钟 对面都要月塔来搞了 小小鹅塔下反杀装周 小胖下路 还被敌人结单杀 这才顺利拿到蓝霸服 八分半 野区团战 小小鹅这边竟然打了四换一 十一分半 对面压到高地 无力回天 最后输了这一局 无缘巅峰第一 又是老啊 哇 然而 微凉的最后一局 和对面打了将近半个小时 最后还没有打完 系统强制下线 卧槽服务器即将关闭 直接退了 啊 对 Care 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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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故事